我是阿肯,阿肯是我阿肯TV在这里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阿肯的这一个播客室Podcast 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出来拍这个Podcast了 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呢,大家都很忙 特别是Willie啦,他又跑去北海道啊 你屁,然后呢,又去这里,去哪里啊 明明就是我们有常常出来见面,好不好 是你没有录罢了,OK 然后呢,我又去了一趟这个新加坡啊 然后清迈跟曼谷啊 所以呢,就拖了很长段的时间呢 没有来拍这个Podcast啦 所以呢,今天呢,就有抽空呢 来拍一次Podcast啦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拍了 所以,Vishia有题材 太久没有拍Podcast了嘛 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个题材咯 然后刚好呢,是因为我去了这个曼谷 然后呢,哎呀,你不只是去曼谷咯 你还有去什么 呃,新加坡啦 哇,你的是快散的咧 而且快散去三个地方咯 对 好料 对 新加坡呢,是因为有要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呢,就必须要去 然后呢,也想到说 新加坡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走 所以呢,我就只待了两天 第三天呢,我就飞去清迈 但是今天这个主题呢 最主要呢是 呃,和大家聊聊这个曼谷的小众景点啦 因为上一次呢,就看你去这个曼谷啦 然后呢,去了这个曼谷呢,呃 就看到你去了,有两个地方很适应人的 就是一个是帕拉脉跟一个是帕拉铺 所以呢,你也推荐我去嘛 对对对 所以呢,我就去咯,这一餐 结果呢 就特别去了这两个 主要的地方是这两个地方咯 所以呢,结果呢,就 就等一下再和大家慢慢聊啦 那先和大家讲一下啦 为什么你会去这两个地方的 你会吃到这两个地方 因为我去这样多次的曼谷啦,其实 呃,我也没有做功课啦 其实所以呢,我就不知道 其实有存在这两个 那么有特色的 呃,小众景点 那你是怎样发现的呢 我呢,就 我那时候 呃,我那时候呢,是这样 因为呢,呃,就就讲说 要去曼谷走 聊过的时候呢 我们一向来呢,那一些该去的地方呢 咯,我们都已经 已经去了啦 OK 所以没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就搜索咯咯 我搜索一些 呃,比如说 呃,曼谷啊 呃,地吃的街边美食 这样子 嗯哼 OK 然后呢,后来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了 呃,我 我十二月 诶,等等 你是找必吃的街边美食 对啊 但以我认识你 这样久的时间 你是不大吃街边的食物的哦 你是米其林啊 餐厅啊 高级料理啊 为什么这一次你会想要吃街边呢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 我一直介绍那些高级的料理 那没有人要看我的视频 哈哈哈哈 可是问题是哦 你又说观众吃不起啦 不是观众吃不起 是因为呢 呃,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的 收看的那个那个 街边的东西呢 会比那个好啦 不过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呢 反正 只要呢 我是介绍曼谷的啦 不管是街边的 是什么都没有人要看的 哈哈哈哈 是因为大家都 大家都去曼谷渠道闷了 都知道有这些景点啦 可是就算是我 我讲关于那个 Talak Clue的 也是没有人要看啊 OK不用紧啦 所以呢这一次呢 我们就来聊聊 让大家知道 这两个地方到底有什么 乐趣还是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啦 那我们呢就先来讲 第一个地方就是 Talak Noi啦 它的名字很特别哦 Talak Noi Talak Noi Talak Noi呢 是什么意思 Talak Noi Talak是什么 我不知道 Talak是market 市场 市场叫Talak Talak Noi是靠河 你去冰吗 我也不知道啊什么来的 OK然后呢 然后OK Talak Noi呢是这样 它这个地方呢 是我一个新加坡的朋友介绍的 然后呢它是属于那种旅游部落客来的 哦也是博客 对它也是部落客 然后呢博客 然后呢博客 然后我们认识很久了 但是很少见面的 但是刚好呢 我就看到他写说他要去曼谷 他有在预告说他要去曼谷 然后我先去 我先去 去曼谷的时候呢我去传识给他咯 哇他就传了一大堆你知道吗 那些很冷门的地方 然后结果我就选了这个Talak Noi 因为他讲到那边有壁画这样子啦 所以你是因为朝着这个壁画去的 还有那个 罗斯 妈的罗斯特咯 妈的罗斯特 那个妈的罗斯特 然后呢 有什么地方这样吸引你呢 坦白讲啦 我去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讲说是一个古城 不是古城啦 就是好像类似我们乔治市这样子啦 OK 就是比较 比较老的老区的比较有历史的建讯这样子 但是据我所知他这个也是算是一个百年的老区 对吗 对对对 它是一个老区的总而言之 它就是像我们槟城那样啊 有一些老屋 老房屋啊 然后呢 很多都拿来改造成肯贝啊 嗯 或者是一些茶馆啊 这样的地方咯 所以 OK 所以我就 可是如果你要讲它的规模呢 它的规模是不会比朝着是大啦 但是你好像没有讲 你好像还没有讲说 为什么你决定要去这个地方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壁画 就是你的朋友就给你一堆资料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呢一堆资料里面有什么亮点 让你觉得你要去的 那个mother roaster 因为它的那个那个 那个 它的介绍是讲说呢 是一个老奶奶做 barista OK 它的那个老奶奶呢以前的时候呢 就在那个天桥下那一边 不是 BTS的出口的下面那一边呢 就有卖那个咖啡 OK 然后呢 后来的时候呢 赚到钱了嘛 就去开了这个mother roaster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如果幸运的话呢 是会遇到它在那边 呃 抛那个esperso 它有拿过几样的事吗 我不知道 可是它是米其林的嘛 也不知道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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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咖啡馆 只是因为呢 它的看头是在于 那个 为什么会叫mother roaster 就是因为它 它是 一个老奶奶开的嘛 这样子 然后咖啡是它自己烘的吗 我又没有听说 我不是它自己烘的啦 不是它自己烘的 因为有来自很多的 国家的豆啊 那样子的 那你去的时候有遇到它吗 没有 很可惜咯 没有 但是我 我是冲着它的这个东西去的咯 然后结果呢 就让我发现原来那一带 因为其实我去之前 我对它完全是没有一个概念的 是我去了那边 我走了那个 那个 那个 地化街了之后 要过的时候呢 在那边喝完咖啡了 我就随处走咯 因为它们 它有一个地图嘛 就讲说 Talat noise 是一个什么 古迹的地方啊 可以去那边走 就是有一些路线啊 对 而我不是这样子随便走咯 结果就让我发现 原来不只是它一间嘛 还有蛮多间的咖啡馆 是的 然后呢 而且又很有特色 真的是哦 我可以讲话 甚至是可以比 我们冰城的 好 很多很多 这一趟呢 其实我是觉得你呢 真的很幸运咯 因为你去到这个 Malad Roster嘛 然后呢 我也是因为看到它介绍 就是看到这个Vili介绍 所以呢才 冲着这个Talat noise 我的目的呢 也是这个Malad Roster 结果去到那天的时候呢 真的是Malad Roster 知道吗呢 没有开 可是你去很多天嘛 你可以隔天再去的嘛 因为我每一天都有节目嘛 所以我就不可能再重回了 所以呢真的 真的是叫Malad Roster 但是如果你 我就是刚好 没有看它的那个 时间 这个营业的时间 然后刚好我去的那一天呢 就是它 没有开店的时间 就算是你没有去 那个Malad Roster也好咧 你去到那个什么 Soon King 什么鬼的那个 对对对 的那一天也是 也是ok的 也是很有特色的 也是很有特色的 然后我呢 我就先来讲讲啦 我是搭这个MRT呢 直接去到这个 花兰峰的MRT站呢 然后从这个花兰峰那边呢 就开始用走 走到去 就是用走来走这个Talat Noi 所以呢 如果你是旅游房 是像我这样子 你喜欢走 喜欢看 喜欢探索的话呢 你其实做这个MRT呢 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来的 因为路上你可以看到 其实那一区呢 它很靠近这个China Tao 它应该也是在China Tao China Tao的 它的后面就是China Tao的 对对 它很靠近China Tao 然后呢那一区呢就是 很多的五金店 那种就是 修理摩托啊 修理车啊 然后你就看到 诶 很多这种 对我们来说 已经快要消失的 广航事业 对对对 很多 所以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 还是喜欢一些老景点的话呢 真的是很值得去的 因为那个画面感 我 视频我有拍到 但是还没剪出来 但是你们可以看啦 OK 可以看到很有特色的 其实你 你可以顺便在我们讲的时候 也帮一点点画面啦 不然的话 OK 如果没有啦 这个是Podcast 也是可以 懒多剪这样的画面 所以你就等我的这个视频 我的Danggok的Vlog出来啦 OK 然后呢 早餐呢 我就去了一个地方 就是有经过一个地方 叫Japan Pakninao 就是这样的面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啦 然后呢 它是吃 因为我看到人家介绍 说很特别的那个面 然后我就吃一个早餐咯 然后呢 结果呢真的是很特别哦 那个老奶奶呢 就坚持要我们一人点一旁的面 所以就 所以就 因为 我是觉得有一点被坑的感觉啦 因为我order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男的服务生就讲说 可以啊 随便order啊什么这样 但是他老奶奶 不知道对他讲了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很尴尬的对着我们说 不能 老奶奶讲 你们一定要一人点一盘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一人点一盘咯 那个面呢是好吃的 那个味道呢就是 那个华人区嘛 算是Japan Pakninao 火焚啊这样子的味道 所以没什么特别啊 嗯 OK那反正早餐啦 OK 然后呢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的走去 这一个 有一个叫Blue Mansion咯 对 就是那一间Blue Mansion 我就还好我有去到 不然的话如果我没有去这个Blue Mansion的话 我再去这个Mother Roster 发现Mother Roster没有开的话 我真的是会疯掉 结果他真是没有开 但是还好呢我去了这一间 Blue Mansion这样子的建筑啦 它是叫做什么 对 中文是什么我不知道啦 它是一个好像是也是一个很老的建筑 然后是整个建筑呢是外面看呢是蓝色的 然后你进去里面呢有最低消费的 每个人至少要点一杯的饮料 或者是不知道超过一个数额啦 我忘记是多少了 然后呢里面呢就是 是一个很大的像仓库这样子的地方咯 它的桌子椅子啦都是那种木的 木制的 然后呢楼上是一些 哎呀就是破铜烂铁啊 一堆东西这样子挂在那边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 如果你喜欢老古董的话呢可以去这个地方啦 这个地方呢然后呢 它很大那个地方 它的空间很大 它有一点点像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的China House 对对对 有China House在槟城 因为很长嘛 很长的 然后它也是很长 它很长 但是它很阔 很阔 它空间很阔 它比China Town 它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我们槟城的China Town 这样子 也是有一些花园的地方 你有进去吗那天 有 也是有去 有 我也去那边喝咖啡 我去 你有去到 Moderoster 42月去 然后呢 你讲那个Blue Mansion的呢 是 旌旗的咯 旌旗的6月 5月这样子去的 然后它的后面呢 就是那一个湄公河 湄公河 然后呢 它还有 就在河边喝咖啡 看河边 景色是不错的 它蛮多个section的 所以如果你不要在外面喝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在它的冷气的空间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对面的河的 是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走啊 慢慢逛啊 然后逛到去这一个 好的壁画街咯 可是我去的时候是 那个耶 那个 热 那个很热很热很热的那个月份 然后它讲说有什么 那个啊 讲说它的温度去到什么 37度啊 40度啊 那一种的 我跟你讲 真的是热到 你真的啊 你感觉到你好像在风炉里面 而且啊 那个湄公河吹来的风啊 是热的 对 太恐怖了 我去的时候也没有说很凉啊 也是很热啊 对 最好的话呢 就是12月的 12月份啊 天气会比较凉 会比较凉 12月 12月的月头 这是三 4月之前的天气都还可以的 但是12月是会有冷的哦 12月是会有那种 冷风啊 那种冷风啊 到差不多 翠北风啊 20度这样子的冷的哦 那边 嗯 然后呢就可以走去这个壁画街啦 它的壁画街真的是很有特色 嗯 然后呢你逛这个壁画街其实要很小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那种啊 骑脚车的那些tour啊 就是bike tour的 在那边活动的 所以他们一次过呢 十多辆 那个脚车就是在那边这样子踏 所以要让路啦 我觉得也是蛮有特色啦 如果你喜欢就是 这种骑脚车的话 你可以拿它的这个tour咯 他们有一个人抓你 然后呢带你往这个老区 还蛮 我是觉得说还蛮有特色的啦 只不过呢因为呢 我觉得踏脚车好像很累 所以我就没有去做这个tour了啦 诶 等一下姐 你不是很喜欢这一类型的咩 我喜欢走 但是踏脚车我觉得很麻烦 没有没有你也是有去踏脚车过的 没有啊 哦那个有有 那个很多年前了 是啊 现在老了 现在老了 气概没有力了 ok ok ok就是这样啊 然后那边这一区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去了过后你是觉得说 吸引你的 除了这个mother roster之外 因为mother roster已经讲过了 我觉得讲说 没有啊整个曼谷就是很吸引我啊 没有没有怎么 就是很很舒服咯 没有我是说这一区啊 你去到这一区过后 我就没有觉得怎样 但是我我喜欢它的那种 你要说它很多游客 又不是很多游客 然后呢你可以慢慢的走 然后呢 呃 它每一条街都有都藏有一些很 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像你这样子说 对 除了咖啡馆之外呢 他们的建筑啊有一些角落蛮美的 然后呢可以拍照它 嗯 所以就是一些很牢牢啊 然后呢有一些呢 会长出一些青苔啊 那种那种墙壁啊 哈哈哈 网红墙这样子啊 你可以去拍照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不错啦 就是讲说 我喜欢它的宁静 因为呢有 它有很多裸容啊 那些裸容是 呃 是 怎样讲呢 就是很安静一下 然后呢 也不会太多游客 那这个呢就是刚才讲 我们讲的Blue Mansion 就是这一个 蓝色的建筑啦 然后呢 哇这个美了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间的咖啡馆 就是经过发现 哇 它的眼睛 我看了眼睛花咯 没有一种很密集的感觉吗 不是 是有那种空间的 对对对 那种 那种 那种illusion的那种 illusion的那种感觉 那种咖啡馆 对 哎呦就是很多 这种很特别的 对我知道 很有风格的咖啡馆咯 所以我觉得 在一个地方是可以很多人会去拍的 但是我也不懂为什么啦 就是这一辆车是吗 就是这辆车咯 就是这辆车咯 我也有骂 我也有骂 就是一个烂车罢啊 但是它就会吸引你去拍照咯 对啊 用一辆这个烂车 老普通车 就是呢齁 有时候我就讲说 很多东西都是破铜烂铁 对 然后我去的时候 那个mother oyster的壁画呢 是已经画好了 已经画好了 我去的时候是他们还在画 就是这种这样 哇颜色很鲜艳的这种壁画 所以你喜欢拍照打卡的话呢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适合 OK 其实逛完了这个 这几个景点过后呢 其实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啦 如果你觉得说哇真的很晒啊 想要吹冷气的话啊 你就可以从它的这个煤冬盒呢 所以啊 这个是有没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 啊有 有开一点点 有开一点点 所以看起来比较好一点啊 反正我就觉得说 哎这么我 对对对 体肤蛮好 灯光也好啦 OK 刚才是讲到说 如果你要吹冷气的话呢 你可以从这个 因为它靠近那个 chow prior盒嘛 所以你直接可以坐船 去到对面的Icon Siam 上次你也是这个路线嘛 是不是 你也是有去Icon Siam嘛 但是你不是坐船对吗 没有耶 我没有坐船耶 我是坐船过去的 我还坐摩托去哦 嗯 坐摩托去 很远的嘛 其实 也不远啊 它就在那个 Mother Roaster附近 那边的一个 那个 那个 叫什么 那个码头 那个码头 那边 然后你直接可以搭去对面了 而且很快 很近而已 然后呢 Icon Siam呢 上次已经 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啊 但是也重提一下啦 这一间是一个 很大间的一个 mall啦 然后呢 你没有去过吗 我有去过啊 对啊 我是因为走 你是去到很后期才去是吗 我是很后期才去 对对对 我是在去年的 11月才去的 Icon Siam Icon Siam很早就开了 对啊 我2019年都已经去了 对啊 2019年它就Covid了啊 可是2019我都去啊 你是过后吗 我2019 没有我2019年去的 Icon Siam 2019年过后就是Covid了啊 哈哈 你回来过后就Covid了啊 对啊 所以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啊 我是拖了Covid三年过后的 再两年我才 哦 回去的 Icon Siam 所以就是 比较迟啦 非常的好挂 而且呢 而且呢 很多东西你都买不起的啦 不是 是我的买不起 没有没有 你排天太多了 就算是 我只能够去楼下的这一个 这一个美食街吃东西啦 但是太多人了也是 你要找位置呢也是很难一下 就装饰到很美咯 楼它的装饰呢是很浮夸 很蛮浮夸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你说它的底楼是很high end呢也不是啊 没有啊 我是说它的广场是很high end啊 买的都是那种名牌啊 有其中一楼讲说呢 它有那个西渊的那一楼 它简直就是机场这样子 因为它的水是可以从上面这样掉下来的啊 那个啊 然后过渡的时候 你不是很弄啊 花园 那好像有新加坡机场这样子 你知道吗 很high end的一个广场咯 讲到回来呢 它很high end 所以呢 它的商店也很high end 然后呢 就你有在那里买东西吗 你会踏进去里面吗 我没有 那我们是会踏进去里面去看一下它的广场 去吃罢了咯 吹一下冷气这样子 感受一下人家高级mall的那种厕所 是怎样的 哇 人家厕所干净又美丽 还蛮吸引我的我觉得 我喜欢他们的厕所 还好吧 我还ok啦 ok 然后呢 就去了这个Igansiam 然后就回来了 所以这是一天的行程 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安排啦 因为你慢慢走的话 至少你都可以光一个一整个下午了 ok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啦 它就 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 这一个景点 它是叫做 Kalak 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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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Poo啦 它有一个L的好吗 你不要把它改 Kalak 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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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真的我不明白 结果呢 他那边其实是很多美食的 那种很著名的小吃之类的 但是我那天去的情况是 所有店都没有开 我不懂为什么 会不会是因为刚好遇到他们 他们那时候示威了 而且 对啊 就是他们政局 就是选泰国首次 可是我去的时候 是很多的小吃 很多东西我都吃不成 我只吃了一个红色的叉烧饭 我也觉得收瘦而已 其实根本是好吃 OK 你没有吃它的烧肉 我有吃 它的烧肉很好吃 我的确我是觉得收瘦 而且我没有说很喜欢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甜的 就是吃饭是很甜 它的酱所有东西都是死甜的 所以我不喜欢 酱是有很重的蒜头味很香 没有哦 我吃的是很甜的 一字星不是我一个人讲 三笔 OK 对 对就是这一个 对啊就是这一个 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山笔的 我吃不习惯很甜的饭 它不是很甜的饭 它是它的酱 它的酱它会比较甜 但是它的蒜头味很够 没有哦 我吃的没有什么蒜头味 它已经只有甜味盖过一切了 你彼此吃的太棒了啦 可能当天它比较什么棒 而且它的烧肉呢 是有一股很香的那种炭烧味这样子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后好像他们有店了 来我们继续讲到他们有店的意思 然后呢过后的时候呢 我啦是去那边吃两次 我一天去了 然后另外一天就再去 这是很个人口碑啦 对我来说呢 我应该下次呢不去吃它了 它啦 是因为它那边呢有一个火车站 对对对 讲到这个火车站 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不想去到那么远的 那个很出名的什么火车市场的话呢 你可以来这个地方哦 一样是可以看到火车一样是很进去的 只不过它没有商店哦 它没有那个人收档啊 所以很适合那些不喜欢去太多人的 急到你没有路走 急到要把你推下这一个什么的 你就可以来这一个塔拉普了 OK没有电我换一下我的这个电池啊 好快哦 这样快就没有电了了吗 是你电池没电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电池 刚刚我们讲到什么 塔拉普 它比较重一点点吗 没有就限制了 没有就重了 不要讲什么 没有就可以了 它一直变成塑胶人了 我不想电电池了 OK OK 我不想电巴比里面的汉 OK 我们再来讲那个塔拉普 对我是汉 好 那个火车呢 呃 傍晚的时间呢 它会有经过的 所以讲说呢 我是中午去也是有经过啊 中午也是有经过 然后呢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呢 它的卖点就是说 有时候你在吃这东西的 突然间有火车来 然后呢 火车过呢 因为它 它的那个那个那个 小饭当就在火车路的旁边 所以然后火车过呢 你也是照样吃 哇 那这个是我做的笔记了 就是所有我想要吃的东西 都没有 结果呢我只吃成什么东西呢 我只吃了刚才讲的那个 啊 山蜜的 那个叉烧饭哦 山蜜啊 哦 山蜜 山蜜啦 对对对 然后呢只吃得成那个 蜜糖香蕉 yes 蜜糖香蕉过后呢 还有一个小吃是 诶哪 叫什么小吃啊 原住面没有吃呢 不知道叫什么小吃啊 一种泰式的小吃啦 就是里面有那个 甜甜的东西的 其余的呢 我都吃不成了 都没有开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进那个 而且那个市场进进的 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是真的是进到里头了 没有啦可能是你去的那个天 是比较多人收藏过的 我不知道 你看我还有一些时间 是早上开店的 都没有开啊 然后 对哦 所以我就 就只是去了 这几个地方过后呢 我就 离开了 对我去了这几个地方 我就离开了 我就离开去什么呢 我就去这一个 对啦这一间 mall啦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叫做 Terminal Terminal 21 但是呢 这是一个新的mall来的 它不是在阿索那边的 是在那个什么 拉玛高那个地方的 那还不是一样是 不一样 那个 因为呢它的 不一样的 地方在那里呢 第一 地方不一样嘛 第二建筑星嘛 也不一样嘛 第三里面的 每一间厕所跟设计也不一样 干了谁就不一样了 你会怎么每次都讲厕所的 对 因为这间mall的特色就是厕所 旅游景点它的景点之一 拍照景点就是厕所 所以呢 你要在厕所里面拍照 前提是 你要 make sure 没有人在那边小编 不然的话 你就会拍到人家小编 哦 但是它这间mall跟那个旧的mall有不同的地方是在那里呢 它这间新的 阿索呢 不是阿索 Terminal 21 Rama搞呢 它不同的地方是它做了很多让你可以有互动性的一些设计 可是旧的话旧的互动性没有这样搞 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它有很多的那种 那种装置艺术啊之类的 你可以跟它互动啊拍照 如果喜欢拍照的话 如果喜欢拍照的话 一如说 你看我也拍很多啊 这个照片啊 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拍照的啦 拍照的 给你拍照的 哎呀 都不是有什么那么特别的 你看啦 就是这种啊 你可以 走鬼走妈咯 哎呀 就是这种啊 我们啊 拍都不拍啦 十几年前都有啦 是的 但是 但是旧的那样没有嘛 这样的 咦 可以拍这种这样子装逼的照片啊 这种姿势很装逼的啦 然后呢 你看这些是这样子的 哦 这样子的 这个照片啦 就是 新的这一间的特色之一啦 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讲它啦 我们的今天重点 还是要回来这个塔拉 某一根塔拉图啦 所以呢 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吗 我给你看一下啊 我吃了这个 我不懂叫什么 玻璃 什么玻璃 玻璃什么品 这样子的东西 是很好吃的 但是呢 太甜了 我可以吃甜的人 我都觉得它很甜 它的那个黄橙色的那个很甜 哦 它里面的料太甜了 然后你看呢 我去 因为那个呃 其实它 它的雾呢 有很多很多的小吃 那除了刚才他讲的叉烧饭之外 对你看都没有开了 我吃很多店 是咯 蜜糖的香蕉啦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呃 那个 百年的炒米粉 那这个就是那个叉烧饭啦 我就是不喜欢它上面那个甜甜的 百年的 百年的那个炸 炸米粉 也没有吃到 它是炸米粉 我去的时候也是没有吃到 因为它没有开 然后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啦 蚝尖啦 然后呢 还有啊 那个 各种各样的 我们的牛奶粿啦 空空的 它的那个市场 还有牛奶粿啊 等等啊 都都 都可以去吃的 但是如果你找对时间去的话啦 这个地方的确是很值得去逛的 是因为我刚好 就 碰上那一天 那一天是因为 你去的时候是那个首相 对对对 他们在投票要选首相的时候 然后呢 不是失败吗 然后过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呢 其实是出来示威的 他示威的那一天呢 刚好我在 枪卖 哦 星期日那一天好像是 如果没有错的话 没有没有没有 他还有第二轮 第二轮的投票 你有在Bangg 第二轮的投票 我在Bangg 然后隔天呢 就 我就回来了 所以刚好 还好回得来咯 也没有啦 没有怎么大型的那个 对啊 还好没有事情啦 所以呢 就是这两个地方啦 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 没有了 这次应该比较 短一点点啦 所以呢 如果是你有身边的朋友 要去Talat Noi 还是Talat Noi 的话呢 你会怎样推荐他们 就是看壁画啦 去咖啡馆啦 然后去那个 Either Mother Roaster 或者是那个Blue Mansion 然后过后的时候呢 如果去Talat Blue的话呢 一定要吃他的百年炸米粉啦 我没吃到 很可惜 然后呢 等那个火车来 然后那个火车 如果你傍晚去 或者是中午去的话 都会有 那个火车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这个火车去的话 请你查一下 这个火车经过的时间啦 然后呢 呃 那边实在太多了 因为哦 它的那个 那个美食的店啊 很多 而且它 而且还有food pot 知道吧 如果你那天就是去 food pot就是刚 就是我去吃那个蜜糖香蕉的那个food pot 对对对 就只有蜜糖香蕉开 其他的全部没有开 所以很多东西我吃不成 是你去的那一天是星期二 那人家关是吗 我不知道 可能是人家关啦 但是我跟你讲 那星期三 但是星期二我是去Talat Noi 但是我告诉你 你去到那边呢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 道地的美食 而且是街边美食 就是名副其实的街边美食 街边百年好指代的美食 对对 然后而且呢 它的那个food pot那边呢 也是有很多 我也是没有这个时间 因为我去 因为它太多一个部分了了 然后呢 铁路那边呢 又有啦 然后过的时候铁路呢 附近呢 又有一个food pot 然后呢还有一些店啊 街上的那些店啊 也是也是有 我跟你讲 吃不完 一天是吃不完的啦 所以呢 现在吃如果还有机会 一定是有机会啦 回到去这个曼谷的话呢 我还会再回去 回去 就是这个Talat Noi 是一个会让我再想要回去的地方 因为 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吃 我不甘心 对咯 你应该回去 所以下次我们一起回去啦 不如 ok ok 还是我们可以开团啊 看谁有兴趣啊 对对对 我们要一起啊 有没有人要一起呢 如果我们开团做领队的话 那跟那个叫你的兄弟们支持一下哦 算了啦 ok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啊 这一集呢 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 泰国的小众景点 Talat Noi 那下一集的这个Podcast呢 几时会出现 然后会聊一些什么东西呢 也不知道啦 可能我们可以在线上 好像你的那个什么 叮叮叮叮的那个什么节目啊 叫做 叮的叮 我不知道叫什么难念哦 叮的叮 叮的叮 这样子的方式啦 我们就可以 你在你的家 我在我的家 然后 明明这样靠近 为什么要在线上 我都不明白 线上随时都可以嘛 订阅出来嘛 直播啊 我们应该做Live Live啊 我觉得我们的Live 是没有人看的啦 一开始是这样的嘛 慢慢来啦 我们就做Podcast就好了 如果我们的Podcast 有起色 然后呢 有多人听的话呢 才考虑啦 OK 所以呢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啦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现在立刻去订阅 然后呢 还有订阅玩时为力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 拜拜 我是阿Ken 阿Ken 是我阿KenTV 在这里我们下一集见 阿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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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p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